欢迎加入2100TVBS看世界 大家晚安 我是王欣怡 在这边还是要先跟大家说一声 中秋节快乐啦 那么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 持续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新闻 不过今天新闻首先先带大家来看到 这个法务部调查局 调查到有一名这个 在手表零件机具公司的老板呢 他从民国95年开始就购买 瑞士名表精品的品牌爱奇华的商标 但是其实除了机芯之外呢 其他的机身等等的 都是在大陆台湾或者是香港来组装的 但是却打着瑞士原厂制造的名号 在各大百货公司 甚至是购物频道来贩售 获利超过4.7亿元 师傅你是做什么部分的 工厂历头组装师傅仔细组合爱奇华名表 桌上放了大量印有瑞士制造的表盘 仓库好几箱准备出货的精品昂归名表 却被法务部给抓包 不是纯正的瑞士鞋统 台中大离这一间手表零件精密公司 四年前开始陆续出现有民众受害 指控买到假的瑞士表 公司阳性负责人民国95年 买入瑞士爱奇华名表的商标 号称是瑞士制造 在全台各大购物频道 百货公司以及连锁卖场贩售 吸引了不少上流人士购买 但实际上这些名表都是在台港录组装制造 获利破4.7亿 他们大部分爱奇华名表 都是他们自己的公司 或者是香港爱奇华公司的师傅组装的 用这个来误导消费者认为 所有的型号的爱奇华名表 都是在瑞士原装进口 其实调查局早在两年前 就有接到受害人举报去搜索 当时业者声称自己是买入商标 除了可以贩售原装 还可以自行生产 因此调查局着手去调查 他们在瑞士的进货数量 发现买入卖出有多达2万多支表的差额 甚至有部分在台贩售的型号 其实根本没有进货到台湾来卖 而且除了机芯是从瑞士进口之外 其余的零件都是自行生产或是购买 为了洗产地 阳性负责人会把简单的组装工作 从香港转售到瑞士组装 还只是员工付进口完税证明文件 真假瑞士表混着贩售 混淆消费者将近7年的时间 在去年二次搜索终于查获 各大白货公司都已经要求撤柜 全案依妨害农工商罪 加重炸其嘴侦办 体育北新闻里认诚 张军 理财台中长报道 我们来追踪这个爱奇华明表案 其实有过去有消费者买过 他们就有组自救会 甚至还开过记者会来说 业者假冒瑞士进口的明表 但是当时还被告 现在这个报道一出真相大白 也帮他们出了一口气 但是你真的知道要怎么分辨 真假明表吗 专家就讲 其实除了表盘上的字样 还有机芯也可以分辨 但是呢 如果从外观来看 要看出是不是组装的 一般人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台湾最擅长的这种海盗王国 这种世界工厂的这种东西 拿来讲成它是原装进口 对啊他们想赚精品操作的钱 陈先生大途苦水 他是爱奇华明表 购买者之一 十年前买的表和一群同号发现 有号研究的造调罩子揭穿 瑞士原装进口的谎言 基本上是不会同一批进口 那既然不是同一批 他的进口税号怎么会一样呢 都是十八号 沈先生和同号总共六个人筹组自救会 四年前找律师开记者会 律师本身也买过爱奇华的表 控诉杨信负责人明明是拼装的表 还假冒瑞士原装进口 结果还被告 完税证明成了整件事情的引爆点 不过沈先生也感叹 当初自救会成员本来有六个人 但有两位同号 没等到这一天 已经过世 而杨信负责人取得爱奇华商标 在台港录制造生产 标榜瑞士原装进口 表盘自己刻上Swiss Mad 完税证明靠洗产地取得 消费者到底怎么防 实际询问专家瑞士表零件产地 到底要怎么分辨 唯一可以从外观看的就是表盘 会刻上该产地的英文字样 剩下的方法就只能拆开手表 通常原装机心上有刻字或号码 因为成本比较高 一般非原装的零件 不会特别费工去刻 高单的都会附赠原厂的保固卡 会有原厂地 还有他的条码编号 很多的品牌 他其实是可以上网去认证 其他专家补充 表盘上要能刻上Swiss Mad 代表整支表要有七成 都在瑞士组装完成 包含机心表壳表带等等 但对一般消费者来说 确实很难看得出来 我们今天是中秋节 中国大陆也在迎接 中秋跟十一连价 但是他们非常多人出游跟返乡 光是铁路的运送旅客 单日就破千万人 而且很多人抢不到票 只好开车返乡或者是出游 有广东人塞车塞了超过14个小时 只好自备电锅煮饭不怕肚子饿 现在开了14个小时的燕子 刚出广东省 才刚开出广东省 但是距离目的地湖南老家 还有4个小时车程 超过半天都塞在车里 这会人家干脆带电锅上路 就卤了一个牛腱子 然后卤了鸡爪鸡爪 然后还带了一些饮料在车上面 提前在锅里面煮好的米和水 然后就在服务区查个电 然后就把饭给煮好了 万事俱备不怕塞车之苦肚子饿 中国大陆中秋加11黄金周起跑 公路塞报因为高铁一票难求 但是有人上车却看到一整节车厢 载的不是人是快递 上厕所的时候刚好路过了这一截车厢 然后发现都是快递 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抢不到高铁票还能选择老旧的绿皮火车 同样座位全满 还有不少人客难坐地上 选挤在一团 有人一路从北京站到山东 北时一点多上个车 一直站到天亮 自然非常辛苦 倒夜疼 腿也疼 平时坐高铁坐动车习惯了 真的都忘记还有一种情况了 我们普通人的这种辛苦跟不容易 大家过节的时候不顾一切的就往家赶了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达到了1618万人次 那今天是预计会达到2020万人次 当日上千万人的移动 中国大陆长驾返乡出游 光是出门就是一场硬仗 TVB的新闻张家宝 陈佣文综合报道 有一名男子搭乘国际航空要从冲绳返台 但是在飞机起飞前呢 他就是不肯系上安全带 空服员只好请航警来把他请下飞机 不过他在过程中还一直不断又日文强辩 导致航班上面200多名乘客也被迫延误两个小时 客机上航警大阵仗走过来 来到后面靠窗旅客旁 告诉这位男子 请他现在下飞机 男子用日文和航警辩驳说自己 有要系安全带 但其实空服员一次多次相劝都没用 最后黄警带着男子下机才结束这场闹剧 29号中午这班国际航空从冲绳要飞回台湾 原定日本时间11点50起飞 台湾时间12点半降落 但这位男子一闹 起飞改到下午1点49 整整延误了两个小时 男子在飞机上僵持的时间 也害得机上婴儿不断哭闹 同班机大约200名的旅客 都被迫延后起飞 简直要气炸 航空公司回应 多次和不计安全带的旅客沟通 但旅券不听 所以要求离机 通知机场保安 航班也已经顺利抵达 男子最后没有再登上这家班次 一同前往台湾 但坚持不计安全带的情境 也害旅客中秋节返台行程 全部被打乱 TV新闻 林志伟 简大神 徐某杰 潮热人 桃园台北 下一步步道 今天TVBS看世界的看头条 我们来关心 不知道今天我们观众朋友 刚从日本回来 你的班机有延误吗 因为其实在今天早上 11点39分到中午12点22分之间 东京航空交通管制部 他们的飞机位置 还有高度资讯的管制系统 出现了故障 导致没有办法显示航班的名称 所以东日本空域一度是管制的 那包括像是降落在雨田跟成田 往返的飞机呢 其实国内国际航班都受到影响 很多航班其实只能在空中盘旋 甚至像是关西神户的航班 也通通都受到影响了 另外来看到的是 中亚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 周四机场附近发生了爆炸意外 而且火势迅速的蔓延 目前已经至少确定有一个人死亡 至少162人受伤 夜晚民众在街头陆下眼前大火还冒出殉壮云 灰黑浓烟不断窜出 从更高的另一个角度 火焰飘散从天而降 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机场附近 一座仓库周四突然发生严重爆炸 由于震动威力强大 导致邻近建筑受损 一名16岁青少年不幸遭震落的窗户砸中身亡 还有另外162人因此受伤 据传不少人在睡梦中惊醒 紧急跑道户外避难 根据当地紧急事务部表示 疑似被闪电打中引发连锁效应 部分媒体指出起火的是海关 仓库可能放有电动车电池 但目前还没有官方证实消息 乌兹别克也设立实验室 要厘清仓库起火的主因 而机场一度部分跑道封闭 不过不确定是否与爆炸有关 多数骑降人不受影响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一般来说 北欧国家一直都被认为是治安很好的 但是最近瑞典爆发了所谓的帮派乱斗 他们从9月到现在已经至少有12个人死亡 那么过去12个小时还有两个人遭到枪杀 另外还有一名25岁的女子在家中被炸死 瑞典媒体就分析说 这个应该治安很好的瑞典为什么会这样呢 推估有可能是帮派暴力升级 跟他们的狐步帮派的内斗是有相关的 那么现在瑞典的总理克里斯特森呢 也很努力希望来解决这个事情 所以他也可能会来跟三军总司令会面 来看看军警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协助 另外我们来关系俄乌战争的最新状况 乌军最近可以说是在东部的战线 和俄军的埋伏部队来作战 当然可以想象这个每天都会消耗非常多的弹药 北约秘书长也承诺会持续的来军援乌克兰 但是我们来看到俄罗斯其实现在 还必须要担心自家后院 民间的反抗组织也发烧好语说 他们要替死去的瓦格纳军团手里 普里格金完成心愿 也就是要攻下莫斯科 乌军一步步绷紧神经前进 因为这座废墟可能是圈套 走没几步路前方果然有俄军的埋伏 乌军立刻还击 虽然日前他们已收复乌冬的安德里伊夫卡 但是附近人潜伏大量的俄军残党 每天都是体力跟弹药的消耗战 就在此时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突然访问基辅 泽文斯基赶紧喊话要防空武器 北约说别担心他们刚跟军火商 签了台币816亿的协议 会继续军援乌克兰 只是俄罗斯得先担心自己家园安危 俄国的反抗民兵组织宣誓要完成瓦格纳领袖 普里格金的未尽之治 要夺下莫斯科 这时普新总统也忙着见自己的心腹 车臣领袖卡迪罗夫 卡迪罗夫除了拼命输成 也借着献身来破除重病身亡的谣言 一年一路的诺贝尔奖将在下周要登场了 预计颁奖时间有可能公布的是10月2号到10月9号 其中诺贝尔和平奖有可能预计在6号的时候会揭晓 但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有可能会重缺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今年全球局势十分的严峻 像是恶物战胜其实已经进到了第二年 另外呢大国之间紧张的局势也越来越严重 而且在非洲也爆发了多起的政变 所以有专家就认为呢 不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可以说是十分的恰当 但是诺贝尔委员委员会的秘书长 他就认为说他不会说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认为还是需要指向正确方向的事物 也因此他说和平奖的确是有颁发的必要 但其实诺贝尔和平奖从缺过去在1972年 越战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 那么虽然诺贝尔奖项大家都对于得奖人 可以说是非常的保密 但是今年如果诺贝尔和平奖有颁发的话 包括像是瑞典环保少女童贝里 还有2022年因为头巾事件 死亡的伊朗的库德族少女艾米尼 都比较有可能是所谓的潜在人选 另外我们来看到美国政府的预算案呢 持续在众议院卡关 如果没有如期的往前推进的话 美国的政府就有可能要在10月1号面临关门 而美国总统拜登在周四的时候发表演说 他的台下呢引起了一发抗议 那么当时呢他脾气非常好 他跟大家说不要再这样子好言相劝 结果没想到抗议的群众不听 还是继续的抗议 拜登也罕见的动怒 要抗议者闭上嘴 美国总统拜登致辞悼念已故参议员马侃 却遇到台下呛瞎 拜登本来好声好气 气候抗议人士讲不停 拜登低头长达10秒后终于忍不住 要抗议者闭嘴台下支持者一片掌声 拜登话锋一转再骂前总统川普 但拜登其实自顾不暇 众议院预算法案卡关 美国政府不到48小时就可能关门 首先影响到的是350万领联邦政府薪资的公务员 包含军人 另外向国家公园关闭 办抗照速度变慢 影响相当广泛 同时共和党初选第二场辩论 川普又委屈 不过在辩论会后 前南卡州长海利竟然在心喊部下 和南卡民调中超越佛舟州长迪尚特 冲到第二名位置 只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只能有一位 目前没人能撼动川普党内民调第一宝座 TV新闻众报导 在中美关心紧张下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在今年秋天的APEC会议上 拜登跟习近平有没有机会来会面呢 其实现在美中两国为了拜习会呢 双方可以说是费尽心思 像是中国的国务院 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还有外交部长王毅 就有可能要到美国来访问 另外呢 但是这是华尔街日报发表 但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同一天呢 美国的国务院也发表了一个报告 他们认为说 中国大陆用欺骗跟强制的手段散布假消息 甚至正在试图成立电子专制的社群 认为这是一个未经宣布的资讯战 那么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美国在明年2024同样 也要进行总统大选 大家都非常关心 拜登跟川普两个人的对中政策如何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拜登 其实他延续所谓川普的对中关税 还是持续的另外他也是更强力的 来压制大陆的科技业 还非常努力的创建有利于美国的盟友圈 另外一部分拜登呢 拜登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孤立主义者 所以在他的心中美国就是全世界 那么他呢 对中国就是寻求所谓的贸易平衡 另外香港的媒体也认为 其实现在美国的大选即将要到来了 所以华府的外交进入一个所谓的不确定期 不管到底最后是谁当上美国总统 美中的关系可以都是说有正向发展的潜力 但是我们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 他在大西洋月刊主办的论坛上面 就对北京来进行警告 他说北京如果对行动引发台湾危机的话呢 将会危及全球的经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一场舞宴上 用浑厚嗓音大展歌喉 唱拦掉经典歌曲浪荡子 陶醉在音乐中之际 布林肯也不忘下重话警告北京 布林肯在大西洋月刊主办的论坛上 被问到中国大陆的意图时 他说北京正在寻求成为世界军事 经济和外交上的主导力量 并再次示警 一旦大陆行动引发台湾危机的话 将危及全球经济警告 不要惹是生非 微软在七月发出一份声明指出 一个来自大陆被称为Storm 0558的骸客组织 入侵大约25个组织的电子信箱 其中就包含美国政府机构 美国国务院则出面紧急灭火 尽管如此美中近期高官 频频互相交流 普尔街日报报导 北京正在和华府接洽 为拜登和习近平会面铺路中 外界认为两人可能在今年11月 旧金山APAC峰会上会晤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带大家来看到 现在俄罗斯有非常多过剩的货柜 从这一张图呢 我们看到船上跟旁边 这个道路旁边都是堆积满的货柜 一共有大约是15万个货柜 是过剩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 德国交易平台就预估 主要呢还是因为中国出口到 俄罗斯的货运量非常大 非常的多 但是俄罗斯进口到中国的货运量 相对来说是小的 所以可以想象说这中间其实是有一个供需严重的失衡 而这样子供需严重的失衡 其实也会导致现在货柜的价格明显的降低 像是二手的高贵货柜呢 从过去4175美元到现在一个只要580美元 还有甚至是新的货柜 以前要4309美元 现在只要1450美元 但是我们看到说俄罗斯货柜的积压 其实也跟地缘经济有非常大的关系 西方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对俄罗斯进行非常多的制裁 所以中俄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 我们看到说中俄的贸易呢 在今年有可能会突破2000亿美元 高于去年的1850亿美元 而且在前7个月呢 甚至就有1341亿美元呢 已经飙涨了37% 其中大陆对俄罗斯出口上涨了73% 陆对俄的进口呢 则是上升了15% 我们也看得出这其中的一个落差 也会导致俄罗斯所谓的货柜 造成积压的状况 那我们来看到说 其实中共最近频频的对台出招 不只有非常多的共机共建扰台 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又再次打出统战牌 重提九二共事跟一个中国 甚至官媒还暗示 未来中国的高铁直通台湾 也不是梦想统战的一位拉满 就在共机与共建持续绕台 北京当局还不断透过单边独断行径 试图改变现状之际 向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置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周四晚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的中共建政74周年招待会上 又改变威吓招数 大打统战牌 除了对台喊话 北京当局还在当天 开同福州到厦门的高铁 新华社报道说 高铁网已经建设到距离台湾海峡 大陆官媒更高调宣传 这条福夏高铁是中国第一条 跨海高速铁路 尽管所谓的跨海实际上只是三座 跨越海湾的桥梁 桥梁跨海距离最多只有十公里左右 与平均一百八十公里宽的台湾海峡 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 当局试图借由福夏跨海高铁 作为将来通车台湾的统战象征意图 不言可遇 然而在拉近台海两岸距离的 都会自取灭亡 至于你谈到什么阻止解放军进入太平洋 却不是吃人说梦这是什么 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购买武器 制造两岸的对立对抗 只会迫害台海的和平稳定 大陆外交部更批评我国提升军事防卫的做法 是浪费税金制造对立 却只字不谈大量共机共舰在台海侵扰 所需要的军费开支 以及共军购买与研发航母二十多年来 始终不曾透明化的巨额开销 更别说这些军事动作对台海 甚至全球局势所带来的强烈威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 在大西洋月刊主办的论坛上 就公开点名北京当局是台海紧张的制造者 并且强调台海有事必然是全球有事 因此全世界要求维持现状的呼声 将会越来越强烈 布林肯更坦言北京当局试图运用军事 经济和外交力量来超越美国 同时重塑全球秩序 让全球进入相对不自由的秩序状态 美国国务院最新发表的报告也指出 北京当局已经投入数十亿美元资金 试图建构全球资讯主导地位 借由散播假讯息审查内容 以及暗中收购外国新闻机构等手段 试图操纵全球媒体和舆论 相关做法恐怕会让言论自由急速萎缩 而台湾正是北京资讯渗透 操控的重点地域之一 尽管当前大陆外交部副部长 孙卫东正在开美国访问 外传大陆副总理何立峰 以及外长王毅紧接着 也可能会出访美国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 周三更在华府公开喊话美方 要珍惜当前出现 止跌回稳迹象的中美关系 但在美方高度警觉氛围下 美中关系恐怕仍旧只能 在颠簸中前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的潜舰古灶原型舰海坤号 其实本来因为担心有机密的资讯 所以部分的位置原本军方是禁止拍摄的 不过现在总统府官网 却事后主动的来po出 特点也曝光了 国灶潜舰海坤号28日下水 应担心机密敏感媒体被指示 入场区内时不能拍摄 但总统府释出的照片 有从潜舰后方来拍 原型潜舰的特点因此曝光 左航与官兵们开心合影 这X型尾舵有比于传统的十字型尾舵 另外旁边有这么一堆小的平衡翼 有前军官质疑先进国家 无此设计 专家点名美国新印尼亚籍核动力 攻击潜舰夜市六片尾翼 而国国潜舰的舰身侧边 从外观上来看 被发现不是完整一大片 对于说有两层核 让整艘潜舰不必承受 下潜时的压力差 台船释出的缩食影片 可以看到全舰七个船段汉街 中国打上马赛克 就是要维持机敏 不过专家也发现 海坤军舰还没装上光学潜望镜 因为美国这边厂商的这一个地方 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交货有一点延迟 但这个光学潜望镜 它比较强大的地方是 它如果升上去之后 它是直接就360度 在进行一个扫描 另外专家也忧心 我国在潜舰通讯技术上还没克服 等于下潜后无法及时接收情报 我们的潜舰是不是可以去跟岸上 或其他的友军进行一个联合作战 基本上这一点还是有赖于 我们要如何去突破在通讯 这个部分的一个问题 如何条件出海测试叫SAT 没有时间联系 一定要把这个船弄得很安全 具备的交货 原信件自然会被放大检视 海坤写舰名义上已经下水 但实际上离交船仍有段距离 TVB新闻洪福华流听听看不到 美式卖场好市多呢 它的会员是需要缴会费才能加入 也才能进去购物 平均这个会费大概5到6年会调涨一次 美国好市多的财务长也坦言说 不是不会调涨 只是这个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 也让台湾的消费者会担心说 是不是有可能会涨价 因为上一次调整会费 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 不过台湾好市多回忆 目前是没有相关的计划 有民众买了这一款甜橙切开来 却很傻眼 原本打算每日一输果 前两颗都还正常 结果第三颗变这样 外观正常 里头中心却呈现黑色 而且接下来的几颗 发美几率二分之一 没想到PO在联署社团 调出其他民众也是如此 对此好市多回应 卖长抽样品质正常 应属个案会协助退货 只是先前才出现 一连产品出包检验不符规定 从综合冷凍煤 验出A肝病毒大规模回收 让吃下肚的民众先驾驾 接久又有美国进口肝落 被检出还养一碗不符规定 以及意大利进口的气泡水疑似出现塑胶异物同样召回 消费者食安信心都还没完全恢复 美国好市多财务长盖兰提却抛出调整会员年费 不是会不会发生 只是时间问题 距离上次美国调价已是2017年 而过往调整会费的频率约为五年七个月一次 难道这是替涨价留伏笔吗 一旦台湾跟进网友炸锅还要减卡 但也有人有不同看法 10%左右可以吧 10%以内还是 对 因为自己还蛮常来的 差不多一个月两次 再涨感觉 我们可能会都有点没有办法接受 我常来的话可能就会减少吃素 或者是年费这次完了之后 可能就不会再继续 全台目前有14家分店 雷敏卡转换前根据统计会员数超过三百万 2016年9月台湾好市多就曾首度调涨年费 距离上次调整也过了七年 不过好市多目前回应 没有相关计划 如果真的有服务上更动 会主动告知会员 目前台湾最便宜的商业会员 一年1150元 最贵黑钻3000元 就怕美国一涨台湾也跟着调 恐怕引发消费者不满 推辑新闻连志旧宣台北报道 英国一家生计公司 使用废弃的塑胶做成冰淇淋 当然首度亮相就遭到批评 是在鼓励大家吃塑胶吗 但是制作团队就反驳 他们其实这个塑胶分解之后 已经变成了香草的认供项料 冰淇淋看起来超美味 很难想象原料竟然是废弃塑胶 不过利用分解塑胶的新技术 制作出的环保冰淇淋 才亮相就引来反弹 制作团队解释是利用细菌产生的酵素 消化塑胶 转化为能食用的香料香草醛 目前虽然还没通过安检 但制作团队想凸显恶化的塑胶问题 同样透过食物唤醒大众环保意识 英国这家新创公司研发了人造肉 淋上热油就成了美味的牛排 号称实验室培养出来的更美味 研发团队说随着技术改良 人造肉甚至更便宜 美味的人造肉能不能取代传统肉类 还没有定论 但有专家认为 透过实验室生产 想符合标准 需要更多资源 不一定能减少看足迹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先前才不满 被蓝银放话说要蓝白合 但是他先前出席活动的时候 亲口说出蓝白一定会合 但是他们的近半也出招了说 还是要用公正的第三方民调来比 如果输的就退选 这个是选举啊 你们华西郎的 最后一定会合的 只要怎么合赢 哈哈哈哈 学长以热烈掌声作为回应 有没有听错蓝白要整合了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才弃国民党爱放话蓝白合 才过一天态度180度大转变 郭文哲没回应 但他28号去参加中华战略学会活动 对着退役军官将领们 不但首度亲口说出蓝白一定合 被问到克刚也说不赞成去中国话 还表示可以恢复三民主义教学 这本来就是欠法第一条 但若是要入考题 态度就保留 字字句句很对深蓝的胃 整合脚步看似近了 这个合指的是政党之间应该要和谐合作 我们主张由第三方的公正民调来选出最强的候选人 足以挑战民进党的赖清德输的退选 蓝音心情只怕像洗三温暖 原本开心要整合 没想到柯文哲又出难题 大胆提出用数字评高下 还要输者退出 这下怎么接招 我们尊重民众党对于蓝白和的任何的意见 只有在野党合作才可以下架民进党 金庸的华山论件虽然精彩 还是比较喜欢设调英雄传言 瑕疵大者为国为民 各方的建议或是合作的方式都会纳入考量 国民党社会考虑侯友宜跟郭台铭则必谈民调 柯文哲的胆小鬼游戏玩很大 费率对手战不奉陪 TVBS新闻华少平崔中群 李平宜 庄凯玉 台北苗栗采访报道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呢 现在开始展开总统参选的联署 那但是被地方人士爆料说 以一份400元的代价募集联署输 当然了郭台铭进办呢 也是严正的来否认 说绝对不能跟金钱有对价的关系 但是对于到底会不会采取 实际的劝阻动作呢 郭台铭办公室这里是没有明确的表示 来到苗栗连署站排场超级大 餐车挺一排 连署还能饱餐一顿 我希望在苗栗 也能够拼点好成绩转 想要好成绩怎能没助力 前县长徐耀昌在店先出力 在苗栗部分大概六万份左右吧 郭董全国都是统一的 所有的工作人员纳入 郭董的企业里面 然后是他的员工 那一个人是五万块 被国民党开闸 没包袱 整天苗栗行程跟紧紧 虽然份数努力拼 但过程有杂音 国内美联署站持续增加当中 这天还举办了苗栗总战的盛大开幕 不过现在被地方人士爆料 疑似一份四百块的代价来冲连署 台南国民党议员蔡玉辉透露 挺郭市立发给基层 每人四万车马费 用新封袋装一百份空白连署书 除下来一份就是四百元 提到这个三不三要 那如果发现连署的固人冲 真的有这些行为的话 那国办这边会做出什么样的处置吗 我们其实就是再三强调 所有的连署行动 就是要坚守我们的三不三要原则 这是只呼吁不插手的意思吗 而郭台铭左手冲点数数 右手也极力避免被边缘 开杠国民党的冷风一直吹 北风冷周周越吹越冷 让离民心越来越远 三人嘴上都喊团结 但各自都有难解的结 新闻最后本来想带大家用非常漂亮的月亮来结束 不过因为今天台北云还蛮多的 所以只能用漂亮的101夜景来跟大家说再见了 中南部的观众朋友可以抬起头看看 十年来最远的月亮 那这样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一起来看世界了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